其實第一個是大多人聽過的 第二個是你聽完我剛剛講 我們要做那個國家級的遇到系統 就知道我們在這裡面會應用到這九個概念 要去處理這裡面的問題 第一概念是什麼呢 是通行權 作為基本人權 那然後步道作為公共財 這兩個概念其實很重要 其實我們剛剛在討論這個時候 也有講到那個步道作為公共財這件事 另外一個面向 就是說公共財不能夠被搭電子的這件事 那之前講過通行權其實 但是我其實一直覺得這件事很好玩 就是說從18世紀 英國人還有包括美國人 就在工業革命剛開始 然後勞工的生活處境非常的糟糕 然後又遇上了剛好是那個 英國的貴族 或者很多的土地呢 被私有化 變成是有錢人去壟斷 所以這個過程就會導致 有一些平常大眾可以免費去爬山的地方 被貴族封起來 或者是新的地主封起來不讓人家進去 然後就導致了18世紀一連串的 爭取通行權的運動 然後那個時候甚至是要上街去抗爭 然後要被警察打 然後要被駕駛 要流血衝突的 好 我覺得這個才叫通行權自由 我覺得跟剛剛說的那個 是不太一樣的層次 所以這裡面就確立了一個概念 就是說大眾呢 其實如果這一條路線是行之已久 大眾都可以通過的 那麼後來不管怎麼改變這個私有地的權利 他都不能夠妨礙通行權的穿越 好那通行的人呢 必須要尊重私有地主的財產權 就是你不能夠路過的時候 你只有通行權 但你不能去摘人家的水果 這樣了解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他是透過 在英國是透過像比如說 這個鄉村步道法案 還有包括紐澳都是 就是他們會透過在法案裡面有一個 就在講assessed right 就是專門在講通行權利 然後通行權利必須要盡了 所有的他的權利跟義務 其實我們在講登山自由也是一樣 我覺得所有的自由都是同時 具有權利也有義務的面向 不會有沒有任何義務跟責任的面向 那樣就不是自由了 好 那所以像紐西蘭甚至成立一個 國家通行權委員會 就是剛剛Lingo講那個皇后的項鍊 女王的項鍊 就是天然的河流跟海岸都是屬於女王的 那屬於女王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所有人的 就是在英國的王權的概念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全民所有 所以大家應該都可以去 所以不能有私有地主說 這個地方圍起來 然後大家就不能去這河岸調理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是如果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紐西蘭會有一個國家通行權委員會 來處理這種爭端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邊申訴說 誰把那個大家都已經行之已久的路擋起來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協調 然後來解決這個爭端 解決這個爭端的時候可能就變個案 比如說把他買下來 或者是開放通行權 然後幫他做圍籬 像英國的那個就做很多事情 就是幫地主做圍籬 做樹梨或者是氣死牆 然後讓遊客不會侵害到他的財產權 所以這是通行權 那通行權另外一個變形是什麼呢 就是早上李老師有講到的通用設計 所有的人都應該有親近大自然的權利 不能因為他身體不方便 而排除了這個機會均等 但是他同樣也有一個前提 就是做這一些無障礙 或通用設計的前提是不能夠損害到 自然景觀跟資源 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 才可以 才可以怎麼講 就是他的表述不是我現在這樣表述 我用他的表述表述一次 大家知道那個講法是不太一樣的 應該說 除非在會破壞自然環境的狀況之下 或者是使用的材料有可能會污染環境 對環境造成危害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不做通用設計 聽得懂嗎 但是其實真正在大自然裡面 這樣的條件是很嚴苛的 所以這也會跟我們分級有關 就是他在一些區位 容許 然後環境 比如尤其是地形 可以的情況之下 他應該要去設法提供出通用設計的動線 這個是基本人權 所以第一個概念通行權 作為基本人權這個概念 就包含了這兩件事 私有地的通行權 跟這個生障者不變的人的通行 但是這個通行呢 大家不要把它想像成說 我要鋪水泥 或者是要怎麼樣去做到 以英國來說 英國呢 他們是提供要出去戶外的人 可以怎樣 免費租借這個大輪的輪椅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像這個 他有一個免付費電話 然後你可以租這個 這樣子也可以怎樣 通用設計 那要不要改變那個步道的材質呢 不用 他還是用碎石路 然後他在地圖上面會標示 說我這一段到這一段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段 1比15 1比15記得是什麼概念嗎 前進15上升1 那就是百分之多少 好難算 15要變成100 分母要從15變100 然後上面那個數字跟著動 就是百分之多少 然後在對照門的老師早上說 那個百分之多少 還是度是多少 這樣大家記得 好現在你們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一直在幫大家做各種 沒有不行 好 所以他透過在這個步道上很明確的標示 訊息跟分級 讓大家去知道說我的通用設計達到哪裡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也不會說 所以我為了創造一個通用設計來破壞這個景觀的整體性 有沒有 好 那這個是第一概念 其他的細節我就不講了 好 第二個概念呢 第一個概念還很多 我不是說第二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是 怎麼樣把文化跟時間的概念導入到步道裡面 這件事 這件事就會涉及到古道跟文化路徑的概念 好 那我記得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古道的定義比較嚴謹 好 一定要在歷史文獻然後地圖然後現場的移構什麼東西 去判斷說這條是古道 好 那文化路徑的概念呢 他會包含的比較多 比較廣泛 那這裡面包括說有幾種類型 包括說 是 自古以來大家走出來的這條路線 這種就類似古道 但是文化路徑的概念呢 比古道還大 他這邊講到說 這個路徑 文化路徑是要見證某一國家或地區 必須在歷史的某一個重要時刻 人類互動 即在貨物思想知識價值觀上 多面持續交互的交流影響 進而透過有型或無型的文化資產 反映當時多種文化交會的情形 然後這樣子的通道呢 可以是陸地也可以是水上 所以文化路徑的概念是不是比古道在寬一點 好 那除了這個西班牙朝聖之路呢 另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文化路徑 一講大家就知道符合這個定義是什麼呢 大航海之路 大航海之路 不是鄭和 鄭和他沒有去申請文化路徑的那個 大航海之路 然後那個中國後來有申請的 包括金航大運河跟絲綢之路 都有被納入就是這種東西 那所以他有可能怎樣 現狀不一定是符合原來古道的樣子 好他只是把那個動線整個把它寫出來 然後再來這是什麼呢 這是以子郎道的概念 他是文化路徑的一種類型就是 在哪裡會應用到呢 我們的水郡國家綠道跟糖鐵國家綠道會用到 剛剛這個文化路徑是淡蘭百年山津 跟南島國家綠綠道會用到 好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 這是一個廊道 然後中間這一條點點點的是線 你如果用步道來想這就是步道 可是你看喔 他要保存的範圍不是只有步道而已 而是一個廊道 這廊道包含了什麼呢 舉例來說 假設是運河的話 運河的線在這裡虛線 但是他旁邊的什麼 那個倉庫 因為運河不是會有要集散貨物的地方 或者是很多那個拉欠的人 或工人他們要住在那裡 在那邊吃飯 或者是說運用這個運河的水粒去磨麵粉 所以有很多磨坊有沒有 這一些東西他可能會在這附近 你看甚至是超越這個廊道的點都有可能 但是這個是一整個 線型的文化資產裡面的一部分 甚至是無形文化資產 就是也許是不一定是看得到的 有可能是某一個遺址 或者是說某一個工藝品 就是跟這個運河有關的某一個工藝品生產的地方 或者是講述的地方 他就包含在這一個主題裡面 那就像那個 是不是說像祭典在那裡嗎 祭典也是 獨行文化遺產 就是 因為祭典比較是日本的概念 就是我剛剛在舉運河的時候發現 舉不進去就是 他比較沒有那麼多國形 真的沒有什麼 媽祖遙境可以嗎 媽祖遙境不是 這個是叫做 類似是產業文化遺產 就是我剛剛說水郡跟糖鐵就是這樣 媽祖遙境比較像是 西班牙朝聖之路那樣 但他有去固定的路線才可以 那白沙屯就不可以 大甲媽可以 大甲媽可以 大甲媽有去申請 但是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會有問題 但是他都是屬於廣義的文化路徑中的一種 那這種講的是移植廣道 就是運河或舊鐵道 他就像台灣之前那個洪志文老師 他是做鐵道保存的 他就有說 有可能糖鐵南北平行線 玉碑線上的某一個旗站 這個旗站本身單獨看他的文化資產價值不高 可是如果你把他變成是整個糖鐵南北平行線 把他的時空背景變成是一個整體的故事的時候 這個主題的文化價值就會變很高 這就是文化路徑的概念 這樣了解嗎 就是他會包含旁邊這些東西 好 像日本的鹽之道 挑鹽的路線也是一樣 那這個也是 他是運用那個中央大地線 就是北阿爾卑斯 中阿爾卑斯 南阿爾卑斯 中間的大地線 作為人類運輸鹽的通行路線 所以這條路線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種綠道的概念 好 那當然剛剛說的無形文化資產 像馬之利這種事情就會有關係 然後包括字眼的技術等等 好 那 剛剛第二概念是 古道或文化路徑 對 把時間導入空間 第三概念是 步道的靈魂是人 就是志工 在國外這個 引進志工或民間組織 去參與維護步道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在台灣呢 這件事情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這次這個計畫 來把它影響到政策進去 細節我不講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 聽過的應該比較多 就講英國啊 紐西蘭啊 美國啊 包括李老師早上講的 美國國家步道系統法 裡面都有靈魂的規定 那是包括冰島 這些都是世界各國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人的話 步道就沒有靈魂了 你知道嗎 走的人 還有就是坐的人 所以這個志工維護這些是很重要的 好 這是阿帕阿帕的故事 我就不講了 這張照片大家看過嗎 可林多 好 可林多跟高爾一起去做步道 要做到這個程度 還表示那已經是深入文化 好 第四概念 交通空間的轉化 這就是主要在講舊鐵道 這個其實它有一個更高的哲學意涵 是什麼呢 挑戰大公路主義 它從鐵道為什麼被廢棄 就是因為公路興起 然後現在呢 重新把鐵道變成更慢速的多元的使用 它其實是在談就是 包括現在的休閒 或者是保存這個 剛剛說的rail banking的概念 保存線型的完整性 這是紐西蘭的案例 然後你看 自行車團體也會去修 我跟修房不一樣這樣 OK 好 紐約的highline的案例 變成線型公園 好 第五概念 第五概念是 步道要保護的標的 不是只有步道的本體 還包括什麼呢 周邊的景觀 就是今天早上李老師有講到那個 social experience 有沒有 他不是在很強調說 你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體會到的那種景觀氛圍 是一個保存的標的 這件事在台灣向來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像這一張圖 其實是那個哈德蓮長城 就是英國的哈德蓮國家步道 是在講羅馬時代的一個皇帝 他去做了一個很長的 類似長城的東西來防止那個 也是翻 然後就是防止那個外族 然後呢 你看他要走那個步道 基本上是不要去影響到這個 整體的景觀嘛 所以 包括透過美麗風光保留的政策 這是英國的系統 美麗風光保留 所以你看 他為了要保護這個白二季的海岸 怎樣 這邊就不能夠無限制的蓋房子 對不對 如果要蓋房子 也必須一直維持這個高度 這個寬度 不能夠更大 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 保護步道的景觀 周邊的景觀 天際線的整體性 然後在有一些地方是透過信託 來達到這個目的 日本還有李山的概念 這其實在保護一個生活地景 有沒有 就是這個步道你展望出去 你要給人家什麼樣的視覺效果 那這個東西應該要被保留下來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名的步道 你看他們的步道就是這樣走 走在水裡 他也不會因為說 因為其實這就是 我所說的天然的行徑的廊道 所以他就是讓步道就是繼續這樣子 保護他 那在美國的概念叫緩衝帶 就是步道本體外的緩衝帶 也必須要透過設定定利益權的方式 變成是公有 好 然後 第六概念就是 長距離的連結 好 長距離的連結 這裡有新的東西 你們都聽過 紀州島我來不到嗎 上次我講 這個我今天沒時間講了 因為我們五月才去 五月去然後回來有一些成果 總而言之預告我們爭取到2021年 亞洲步道大會在台灣舉辦 對對對 然後我們去走紀州 然後九月這個紀州島的 偶來步道創辦人會來台灣 我們叫他來台灣 首章之戲路 然後韓國 對韓國 可是那個地圖 地圖是韓國的紀州島 只有一個島而已 沒有我想說這樣 他是一島嗎 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義大利 好 然後義大利 怎麼這樣變成的孩子嗎 這個 這真的是義大利啊 對啊 我想說奇怪那個 這真的是義大利啊 這是歐洲的半歐步道 你可以從挪威走到義大利 好愛 有沒有這條綠色的 這樣一直走著走 可以到農威城地 歐洲 歐盟整合之後呢 串聯了14條這樣的長距離的步道 你可以從西班牙走到土耳其 喔 差不多整個歐洲 對對對 所以這種長距離步道 非常的多 包括說那個美國東西岸的太平洋山境 阿巴拉基山境 北卡的從那個 就是最高峰走到海岸 他的海岸就是萊特兄弟 飛起人類飛機的那個地方 所以從山到海 從海到海 你看 從那個大西洋 太平洋的連結對不對 這些都是各種各樣 世界上在做的長距離步道串 然後怎樣 學習說我們一起走哪一趟 然後紐西蘭在串聯的是 從北島到南島中間還要坐船 聽說這一段很漂亮 這一段很漂亮 都很漂亮 其實 然後我剛剛說要說第六概念的新進展 就是我們這次去這個濟州島開會 對 大家知道南韓第一高峰在哪裡嗎 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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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北朝鮮 南韓第一高峰就在濟州島的漢拿山 漢拿山 1092公尺這樣子 好像是 然後呢 火地啊 那個火地 什麼 他說沒有很高啦 但是他是南韓第一高峰 北韓第一高峰在哪裡 長 就是你說的 長白山 他們叫白頭山 長白山是中國的說法 那這一次不是 我們去韓國濟州島開會去 那個文經會跟川經會之後 然後所以那個整個氣氛 他們現在要串聯從 漢拿山走到長白山 韓半島的步道 然後 然後明年呢 亞洲步道大會主辦國在韓國的釜山 釜山 釜山大家知道位置在哪裡嗎 在朝鮮半島的最南端 然後呢 他們明年要提出來 要成為歐亞步道的起點 歐亞 從亞洲走到歐洲的步道的起點 你就要繞到長白山然後穿過 所以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夢想人類不斷的在做 你看那去年兩萬四千公里 我快點早晚要被挑針過去 台灣其實我們2021辦這個亞洲步道大會 其實海洋的路就是我們很重要的步道 好OK 回過才來講 第七概念 在城市裡面的律道應該長什麼樣 要注意人本交通大眾運輸 把行的權利還給人 而不是車輛 這個是第七概念 在都會區裡面 所以包括自行車道徒步區 然後紐約街道運輸委員會所做的事情 這個我就跳過 第八概念 是我們在做步道的連結的時候 不要忘記那個生物的七地連續性這件事 生物的連續性可以怎樣呢 把自然生態帶回到步道空間 帶回到城市 那這個在講的就是韓國的生態濾網計畫 韓國不是 我怎麼會說韓國 荷蘭 荷蘭的生態濾網計畫 1992年開始 他們調查了所有的保護區 然後呢 跟孤立的一些生態孤島綠地 然後去盤點出一些標的物種 找出這些標的物種 從保護區到外圍中段的地方 要去做生態走廊 就是把核心區跟這個旁邊的其他的這個 緩衝區給連結起來 那所以其實這個是我們去年提出來的 今年林務局已經納入 他們已經開始做國土生態濾網計畫 然後他要做的就是在保護區以外 那一些潛山丘林 里山地帶受到冰為物種 就這一些保護 那所以他其實就會涉及到 這個一些里山的生物多樣性的保存 細節我就不講了 所以這個就是生物多樣性能夠連結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在講我們之前在台北市做的事情 其實 剛剛那個概念 就是綠道怎麼樣能夠幫忙做縫舞這件事情 不要變成是切割的另外一個因子 好 最後一個第九概念 第九概念就是剛剛講的 在處理我們的脊梁山脈保育綠道的時候 如果還是要有人進去 那麼這些人類在裡面的活動 他應該要受到什麼樣的約束 這個就在講特許 紐西蘭的特許模式 總而言之呢 他就是 他的目標非常明確有沒有 所以他確保他的保育 你看他們說的永續發展的保育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的好 就是他要保護紐西蘭自然跟歷史的習慣 包括促進生物多樣性歷史保存保育體驗 保育合作關係優質保育管理 以維護紐西蘭這一代及未來世代的利益 並提供人們在現代及未來能享有該等資源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紐西蘭的那個 自然資源的上位政策非常清楚 所以他要讓紐西蘭最美的這一些東西可以保留下來 但是又可以兼顧當地人的經濟 跟社會去這個地方體驗自然的好處 所以呢他要怎麼能夠兼顧環境跟經濟跟社會呢 他有非常完整的法律體系 然後上位計畫分級管理 早上李老師有講對不對 然後山屋也有分級管理 然後去使用步道或山屋在某一定的分級是要付費 而且有人數限制 那這是講一般大眾 那他這個人數限制 山屋付費 上次我有算給大家看多少錢 對不對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一個晚上是54塊紐幣 要乘以24 一個晚上54乘以24 多少錢 要住4天 然後呢 對這些8000多吧 我記得好像是8000多 還加上他的船跟什麼 然後這些是一般 剛剛我們說個人登山 但是一天限定40個人 為什麼 因為那個區位環境承載量 他就設定40個人 然後要付費使用山屋 然後呢 當然他山屋分級 就是沒有人管的山屋 就是那種是屬於高難度路線 很簡陋很爛的山屋 只有一個屋頂 然後你就 那種是免費 但是也是要申請進去的人數 好那你說他都要付費 可是呢 他有鼓勵那個 10歲到17歲 跟10歲以下 基本上你買那個半年票 10歲以下不用錢 你還是要申請進去 比如說40個人你還是要申請 但是你買了這個pass 然後你是10歲以下的就不用錢 所以鼓勵國民多親近戶外 然後呢 區分商業活動 參加特許的 就是步道的 如果你是商業活動的公司 他有分成長期的特許 跟短期的特許 像這種固定以這條路線為經營的公司 他一次取的特許權就是20年或30年 為什麼 因為所有他們的山屋都要自己蓋 他不能夠用納稅人的山屋 對不對 這區分的很清楚 然後他自己蓋 他在山裡面蓋山屋 要符合一切環平的標準 然後他的取得自來水 或者是電什麼 那些所有電纜啊水 通通都要分別有特許 所以他們呢 參加他們的團一趟 我記得上次有算 多少錢 我看一下 這邊有這邊有 我看一下 米佛步道 他是五天四月 一千九百三十塊 一千二十四 乘以二十四 多少錢 乘以二十五 乘以二十四 就是你參加他的團 就會比較貴 但是呢 你就是 輕裝 然後 所有他的規範都要符合 國家的標特許 然後 他們還要怎樣 要分擔 保育的責任 就是有一些生物多樣性的 他們要捕捉一些害蟲 就是那個一些鼠 然後呢 他們的向導 還要推廣環境教育 這家公司 還要負擔 米佛步道 每一年維護步道的 總經費的一半 因為 所以他取得的特許人數是 每天五十人 納稅人是四十人 所以一天在這裡面的環境成長 很像是九十人 這樣 納稅他要分擔這條步道 唯物管理的一半 這樣 了解嗎 所以這個 沒倒 你做到沒倒啊 人家活得好好的 這其實就是 用以保育為前提的特許人 我為什麼講以保育為前提 他不是以商業模式為前提的特許 條件很高的 他不是說我們現在那個BOT是 就是為了增加廠商意願 所以我就給他各種各樣的解編 配合他 然後讓他願意來投資 不是這樣 他是以保育為前提 你還是就要來申請 然後民眾因此呢 因為有這個特許 所以他可以保育 然後讓步道可以比較好的維護 在一定的程度人數以內 然後民眾因為這些好的帶領 會有比較好的遊戲體驗 然後他就可以促進 經濟跟環境跟社會的共益 好 所以 剛剛講的是 這綠道的九個概念 我們希望能夠應用在我剛剛說的 那個不同的國家級綠道裡面 極陽山賴保育綠道就是要處理 剛剛說的這些問題 就是登山管理的 這一系列的問題 但是要慢慢來 因為台灣還沒有辦法 一下子到這個程度 那所以 給大家看一下 至少應該做到這樣 這是香港的 你看喔 他說在郊野公園 舉辦下列活動 需要申請許可證 我現在是給大家看中文的 就是實際上各國都是這樣 你在我的範圍內要做什麼活動 本來就應該要申請 而且要付費 那這個包括說出售或那個商品 然後貼海報 宣傳給要錢 然後蓋房子或什麼挖洞 舉辦 最重要的鐵跑是跟這個 舉辦公眾集會或體育競賽 一次活動520塊港幣 然後呢 這些人跟遊客 就是那個野跑的團體 每一次就是辦上千人的活動 每一個人交一千多塊的港幣 每一個人喔 然後最後交給政府 是這整場活動520塊 然後他們修步道修了 因為步道被跑爛了嘛 早上老師不是講說那個如果很多人反覆在那邊踩踏 那個就會 泥令會爛掉嗎 那 結果他們修步道 欸 建西有去啊 建西有默讀那個可怕的沖石鉤 對 那個 那個狀況真的非常嚴重 然後所以他們步道根本修的都來不及 然後成本非常的高 可是他們只要付520塊 他們現在想要提高這個錢 或者是怎樣 隨著量 就是比如說 200人是一個集聚 然後500人是一個集聚這樣 但是這個要通過立法會的同意 所以在現在都很難通過 就是他們怕被罵 好 所以這個是特許 沒時間了 所以呢 我知道這細路不講 好 當然 我只講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中尺度有沒有 我們現在來講小尺度 好 好 總之 在找這個淡蘭國家級遇到之前 我們要先從歷史文獻開始 然後呢 然後呢 大概知道以前在沒有文字的時代 是三雕社在這邊活動 然後大概是沿著海岸 然後所以 後來呢 這個 這邊有海盜啊 所以楊庭嶺就開了一條路 然後這邊又有殉堂路 就是駐軍啊 鋪地路就是送公文啊 然後或者是這一條 金字碑草嶺 這個是後來那個 林平侯 就是板橋嶺家 要到這個界外去收租金 他去維修 然後後來變成官道 所以這個路線 我們大概去把他的文史 就每一段這個地方是 什麼時候出現的 包括無沙1796年路南的時候 走的是隆嶺 然後後來才改到草嶺 等等 你把這些東西通通都弄清楚 這個是剛剛說的官道 然後這一條就是 從萬華走到石壁 然後平民到礁溪 這條就是跑馬古道這邊 我們把歷史文獻 大概知道 所以還甚至發現有一條 是從烏蘭去到宜蘭的 那從很多條路線 文獻知道以後 還要去調查 因為有很多古道是 存在在口耳相傳的 歷史但是沒有在文獻寫下來 那所以就要去調查 然後去怎樣 大家算已經學過了嘛 要比對古地圖對不對 這條路到底是真 人家都說是這樣 然後呢 到底他是什麼時候出現 當然不表示地圖上沒有 就表示以前沒有 不是 他有可能沒畫出來 但是你都要去對 那我們也會遇到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那個古文獻上面 有地名 然後在吉里在地名 在吉里在地名這樣 可是那個地名 有可能現在已經不叫這個名字了 所以你就要透過訪談 透過地圖 然後有可能怎樣 原來的路段 現在已經變產業道路了 但是你要做的是要讓人家可以走 喜歡走的路線 所以要怎樣 可能就要找替選路段 然後那有可能你這個步道已經荒廢了 所以我們也要去找旁邊的替代的路線 他就不一定完全都是古道 所以 其實在選線上面呢 我們會去制定這個選線原則 八個選線原則要具有歷史意義 文獻知識度高 然後連結景觀 油氣系統 路線可及 自然度高 災害敏感區域 命開 然後路況尚可 我們去選路線 然後篩選出來 然後這個是在講那個 文獻調查的部分 所有的鄉字 格馬蘭廳字 古地圖套碟 然後有可能怎樣 剛剛說 同一個路線的文獻記載 從某個點在集裡到某一個 這個學者對於這個點到底在哪裡 意見不異 所以你還要去看不同的學者 他說的 去推敲 哪一個里程最接近 哪一個最合理 然後去套疊 地圖 地極圖 你們為什麼 你們都知道最後要交的報告 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類似 就是你要去文獻 然後地極圖 然後現場勘查 現場勘查 沿途打的點位 然後呢 大概概況是什麼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要描述它 然後呢 才會是說那最後要怎麼樣來整理它 然後整理的時候都必須要去想到 剛剛我所說的整體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另外用意 另外在講中路的時候 因為中路沒有文獻 中路沒有文獻 所以我們的另外一個研究方法 就是去找每一個村子出現的時間 然後在地圖上面去推敲他們遷徙的路線 然後慢慢地形成的一條路 這樣 然後 那在這裡就是 剛剛說的 同一段描述 葛馬蘭廳字的描述 比如說他這裡說 他說 蘭路山孔道 出遊東北行 至淡水之八頂 折路基隆 尋海過深澳 至山雕龍嶺路蘭界 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最早的關道有沒有 然後後來他說 知茶有一路地盛寬坦 無庸多色深溪 從今俊敏 直由頭圍砲台外 斜過時空子三六里 至陸寮 在十二里至大溪 又十二里至大坪 二十里至雙溪頭 雙溪頭二十里出淡水之水盤獎 在二十五里變頂夢獎 到底那路線在哪裡呢 然後 而且我們標紅色的地方呢 有兩個地名我們不知道在 三個不確定 陸寮 沒有一個地方叫陸寮 那很遠好不好 然後大溪很通用吧 大溪是哪個大溪 大坪我們知道 雙溪頭 這裡就有三個地方叫雙溪頭 水盤獎我們知道 那怎麼辦 學者說法不一 唐語說 這個地名是在這 然後黃阿有說的地名在這 我們就比較什麼 這個套疊古地圖以後 他的里程 然後算出來 他的總里程 格馬蘭廳制的大約三十五公里 最接近的是這個 但是呢 這裡面分段的里程不符合 所以怎麼辦 就去調查 然後最後定線 然後把一些必要的路線去做一些篩選 然後還要做社區溝通 然後要去想什麼呢 這個 這個路線到底要帶給人家 什麼樣的景觀氛圍跟感受 從這個路線裡面要學到什麼 環境教育的主題是怎麼 所以地質 水域的環境 跟茶園的連結 跟土地工 跟他們建築形式 然後當時挑查的人的裝扮 衣著跟工法的關係 這一些整體的環境 必須藉由這個步道 有點像那個重建命案現場 重建命案現場 你要把這整個步道的中間這個東西講起來 才可以變成是一個很清楚的 如果淡然百年三季 我要傳遞什麼樣的東西 好 所以大家照最後報告好 那張知系路就不是這樣 張知系路他不是一個原來 就像淡然百年道那樣子走出來的路線 他是要從眾多路線裡面去選擇 我可以達到從桃園龍潭山坑子到東勢 所以中間會結合採茶路 愛永縣 各種各樣的寶甲路 所以我是這種律道就是選擇的結果這樣 了解嗎 然後那所以你看每一個律道的方法論 會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會為什麼我特別講這個 是因為這比較接近我們要做的報告 了解怎麼應用最後會出來什麼 凱麗麟的表情很奇怪 露出很奇怪的表情 我不用做作業 對他在辦公 我辦公 你不用幫經理做一點 然後後面是我們 就是錄線出來之後 我們在這裡面去找故事 找故事 比如說白色恐怖的主題 或者是二十八主題 或者是大師的主題 或者是跟民主運動有關的主題 或者是馬街來台的主題 然後這些都變成是一段一段去 這樣你才能夠完整的去運用那個 所以說像我們現在學那個 對極臟的故事 那他就是一段 那可能我們的基地會想 希望是在這裡短 可是我們覺得如果那個社區整體的故事性 是要去結合那個古井戶道 讓他繞一個環境的話 對因為你就有可能說 因為我的資源在這裡在那裡 那我的動線 可不可以去回應這樣的遊城資源 對 你就不要受限於那個故事 對 但是你們先把基本作業做好 有能力再做打沒關係 就是大家知道說故事的內亡 好 最後這影片大家看過嗎 沒有房子的 我以為我只要開個頭你通通可以接 沒有 這個是我們在瓊林 瓊林路遼坑 然後他的 他是原本在 這也要告訴大家那個工法這件事的 千變萬化 他在林下 然後在這個環境裡面土壤是黏土 然後他們當時鋪了這個石板 切石板上個全部都長青苔很滑 然後他們在一個斜坡上面呢 也是鋪這樣子平平的石板鋪上去 所以你走上去就會一直滑一直滑 然後這一段現在大家看到這一段是 鮪魚 是鮪魚 他剛好是這樣 上去然後下來然後再上去 然後這邊全部都鋪了石板 那不用急繩 全部都鋪石板很滑 然後後來要怎麼改造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說實聲的 你看把舊的石板都挖起來 這是第一遙古對不對 因為那都太滑了嘛 挖起來之後呢 大家看我在做什麼 旁邊挖了一個溝槽 然後把石板全部拿來這邊做鋪彈 這樣 這樣 然後裡面回田碎石 就是把那個石板多的就把它敲碎 早上有講為什麼要回田碎石對不對 要透水嘛 然後表層再用 然後這邊挖一點土把它挖平 然後旁邊到處挖 然後把這個土拿來覆蓋這邊 這就是做完的樣子 這樣就不會滑了 這樣就不會滑了 不是本來那個土是會滑的 對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關鍵 什麼關鍵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畫的那個 原來的地形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呢 我把它取來的石板 取來的石板 如果你不用就怎樣 你要搬下去啊 真的啊 你不能留在那裡啊 所以你要善用 所謂的就地取材 包括這個 所以我在這旁邊疊搏坎之後 我讓這個坡度變怎樣 滑 變這樣 所以這樣的坡度就可能怎樣 不太需要做階梯 有沒有 它滑的真正原因 因為地形滑的 是因為 對 那所以我就把它拿起來 然後它不就不用做階梯了嗎 然後我把這邊本來這樣凸起來的凸 挖下來 然後這一塊土拿來回田這邊 然後附近再找一些土來回田 但是裡面全都是什麼 碎石 我土只有薄薄一層而已 那這樣就怎樣 不會積水 也不會滑 然後 就變皮的 所以我剛剛說的工法先變萬化 就是這個案例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所謂 等一下我對我講完一句話 剛剛老師早上說做階梯 就是你剛剛問那個問題 做階梯的第一工法是什麼 怎麼樣可以不做階梯 喔 了解為什麼 要先想這件事 想完再來看 我做完這邊 我這邊可能還是要做 但是我只要做這一邊就好了 但至少我從這裡到這裡的就不用做了 然後這裡跟這裡都不用做了 我只要做這裡 有沒有 好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在一起 那個上面如果土薄薄的 會不會下雨然後滲下去 會 那沒有關係 就再補 可以不補 看情況 夯食 對 它本來就有夯食 但是可以不補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喔 這剛好可以補 早上說的 你們銳井 你說的銳井那個格框裡面用比較大的石頭 它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不是平不平的問題是滑 假設它是在零下 曬不到太陽的 它為什麼其實要用碎石 然後上面再用一層薄薄的土 其實是不要讓那個表面積 很大的表面積跑到表面 這樣子人很容易會滑 尤其是暖石 所以盡可能表面都還是要上一層土 但是那個土不是重點 只是要讓它交合 石頭跟石頭交合 黏性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滲下去以後 露出來那個有摩擦力 其實你只要不會說那個尖銳角度 讓人走得很危險 其實不補也沒關係 因為它不會積水 你看我看我鋪多厚一層的那個 那個底下全部積水都沒關係 我表層乾就好 好 那會有什麼問題 沒有 一天做幾天 一天就做好了 不到一天 上午兩小時下午兩小時 幾個人 六個人 對 他們本來當地社區的人也不相信我 因為我們早上在挖的時候 他們就說不要挖那麼多 我們萬一做不完 我就說不行 你沒有一次挖完全部一起做才快啊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不聽我的 就是他們只挖說 你只有要埋邊邊嘛 裡面不用挖 然後結果後來他們還要花第二次工去挖 才會更久 不然其實三小時就可以做完了 因為他們不相信我 其實這個做法 間隙在忍子觀 改天大家如果 就是類似像這樣 我跟你講就是我們把凹下去的地方填高 然後變成是順 變成 如果石頭可以更多 我還可以把它墊成一個緩波 但是因為石頭跟土不夠 所以我頂多墊到這樣子 對 但是已經就解決了問題 好 還有問題 沒有 也超過時間了 本來要給大家看那個山寨版的手作步道 要看嗎 好 好 我看到這是太尔溫展 什麼是山寨版的手作步道 我今天跟你們講這些是希望怎樣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說那步道是有沒有能力 是環境宣展的能力 就是當有人跟你講那種是是而非的議論的時候 第一你要能判斷 第二你要能回憶 好像我們今天討論很多案例都這樣 這個也是 這是陝西的一個國家森林公園 他們樹了一個牌子 陝西 就是中國啊 他們樹了一個牌子 這邊 你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什麼 樹頂漫作步道 對 現在對岸很流行 然後他們就說這叫手作步道 然後我看了就想說 蛤 這是手作步道嗎 他就介紹說啊 手作步道是源於無痕山林的概念 是始於美國戶外運動方式 你們到這裡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好嗎